大家好 今天呢 因應之前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所以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 炒牌給大家 炒牌和棒球賽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這個呢就是 1997年開始 大聯盟跟韓國這邊 合作的一個 MLB Korea 第一款呢 我們就來介紹的是這一條 他們呢 長得一樣喔 因為他們就是同系列的帽款 這個帽款呢我覺得它比較像老帽 就是比較貼合你的頭顱 然後有一個比較復古的感覺 我覺得人人呢都要有一種這種 比較簡單 然後它的特色鮮明這種帽子 那它總共是有幾種顏色 你有包色的打算嗎 還是說其實它就只有出這三個顏色 它其實有四個顏色 它還有一個顏色是橘紅色 但是呢我本來也想包 但為什麼沒有包呢 對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系列呢也是 算是我最常帶的 就是除了我喜歡它的款式以外 因為它同樣的有三頂所以 好那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你這個同款有不同的顏色 那我就不太懂啊 這個第二條 它顏色重複率非常的高 它是什麼樣的特色會讓你想要去買嗎 這牌呢其實就是 I like 紅色 喔 好不好 這牌呢除了我喜歡紅色以外 他們對我來說算是款 比較有特色的這種感覺 而且他們的特色是在於 他們EXO帶過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這個第一頂呢 其實它算是我這裡面全部最喜歡的一頂 因為我覺得它的設計真的是非常的潮 很流線型很順暢 我最喜歡的EXO的Chen 它是代言這頂 接下來其實像這一頂 這種設計我也很喜歡 它就是把字寫成直的 然後因為像其他的可能就是 那些在旁邊的那一類的 我覺得這頂我一看到就 Oh my 而且它有hashtag欸 超超超超超 對啊 這個第三款呢 其實它們兩頂是 Lacene 對 這一款我也是覺得很特別 它就是 感覺你可以在超市刷個條碼之類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條碼的設計 我覺得也非常的有創意 這一款我好像看過有韓國明星戴過 喔這都是EXO啊 嗯 這是博銜款 這一款呢我本來只有白色 但是呢大家知道白色的東西放久就是容易黃 所以我買一頂紅色的代替 好 接下來呢最後一排它們就是 獨立款 什麼是獨立款呢 獨立款呢 就是它們各自有一頂 喔 非常簡單一點 對 好的 它們呢其實除了白色這一頂以外呢 像是藍色這一頂啊 還有黑色這一頂 包括我頭上這一頂我都很常戴 為什麼 因為深色不容易髒 白色比較容易發黃啦 對對對 我就是很虛機的一個人 就是 除了之外我們也要注重實用性 那它這一頂毛帽是 這頂毛帽呢是我唯一的這一間的一個毛帽 那它就是現在的毛帽就是 比較潮的話都會戴在你的頭頂 有些人會覺得有點像Nike 但我個人是覺得蠻好看 如果你好好的戴的話 那這一頂的話呢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常戴 因為台灣沒有那麼冷 但是像我出國我們之前去日本 應該還記得對不對 還記得啊 日本啊韓國我都會戴這一頂 再來呢 MLB 就是還有另外一種帽款 就是漁夫帽 那我這兩頂是一樣的 那我這兩頂是不一樣的 但它們長得有點像 像我之前買了黑色之後 我就在看了別的款 真的紅黑也好好看 我就是真的非常喜歡紅色 你呢 我是很喜歡現在這頂 喔對這頂的那個字的設計 很帥氣我覺得 對啊它戴起來應該還不錯 喔 有些女生如果覺得棒球帽 感覺比較剛硬那一種 然後找不到喜歡的款的話 我現實感起來就是 漁夫帽其實戴起來有一種 可愛 然後有點又很潮的修行感 就有點比較中性 沒錯 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好那最後就是 加碼介紹 好 好那我們加碼介紹 要加碼些什麼東西呢 就是呢我上上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寒冷 所以呢我就在韓國那邊買一件外套 這一件呢它就是一個 Oversize的設計 現在其實很多女生也喜歡 穿一種 Oversize的外套 所以會讓你看起來就是 像我們之前出國旅遊呢 那時候就非常適合穿這一件 非常的保暖又 時尚 兼具 外套之外呢 我還買了兩雙鞋子 什麼樣的鞋子呢 它在近幾年呢 這種鞋款非常的流行 就是男女都會買這種 它是比較做一個厚底設計 它就是一個復古的感覺 那這雙鞋子呢 我其實是先買了 黑色的 對你看它都有 它這個鞋底很厚 這樣平均可以加高多少 它就是把它做的底盤很穩 然後高在裡面 然後你看起來整個腿就很長 我每次穿這兩雙的時候 我就覺得 自己真是Long Long Bag Long Long Bag 那我在想 我自己可能自己要買一雙 你可能穿之後變200公分 200公分 200公分 或天際 它看起來有點沉 然後你穿起來 它穿起來真的有點沉呢 所以你走路的時候 可能要示意一下 跟你平常穿那種運動的感覺 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這個時候剛穿 然後很常一隻吐到地板 吐到地板這樣子 所以它沒有辦法讓你 健步如飛的奔跑 對它其實也沒有辦法就是 我們也沒有辦法穿的就是Dancing 之類的 它比較不靈活 好那最後呢 我們也知道說 中華隊在今年的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是以第五名作收 那明年的四月呢 還會有六搶一資格賽 我們也一起支持 沒錯 喜歡潮牌也要支持 1997年開始的MLB 大家知道吧 就是 就是 M 喔 對不起 欸怎麼好像有點不能對焦啊 為什麼 因為我臉太平面了嗎 嗯 我想應該去講 哇 雙肩的收藏品 分享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也想入坑 或是已經入坑潮牌的話 也歡迎在底部 要願意和我們分享喔 沒錯 大家一起年底潮一波吧 也不要忘記 訂閱按讚跟分享影片喔 好 大家掰掰 掰掰